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A和ABA合并以来的最高纪录 具体到比赛细节 人们更会产生吹罚左右比赛的感官 第二节胡仁最多落后到11分 但他们随后打出一波22比2的高潮将比分反超 在那一节里 胡仁15次站上罚球线命中11球 勇士全队只有一次罚球 德雷蒙德格林第二节领到三番 第三节早早自贩 这也让他的出场时间受到限制 打乱了勇士的比赛计划 赛后 格林接受采访时 似乎暗示了吹罚问题 他说道 当我们不断将对手送上罚球线时 比赛停止住了 记者追问他对判罚的看法 格林回答 该怎样就是怎样 现在比赛结束了 我对吹罚满不满意并不重要 那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沮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格林的第三和第四次犯规 都是挑战之后的结果 一次是胡仁挑战成功 一次是勇士挑战失败 这种情况是三位裁判和录影中心 通过反复观看画面商讨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通常无需再去质疑的判法 库里则表示 你不能因为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分心 尽管这令人沮丧 但这是每一支球队 在系列赛里都会面临的挑战 我们要尽可能遮罩那些 显然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也清楚自己有能力做到什么 这是我们每次失利后都会说的 和中文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热议不同 美国媒体和两支球队的成员 都没有太把焦点放在吹阀上 勇士主帅史蒂夫科尔坦言球队犯了很多错误 我们必须打得更沉着冷静 我们在第二节太慌乱了 有很多失误 仓促出手 几犯 常规在期间 你会更容易从这样的低谷中走出来 但季后赛会将一切放大 一段时间的断电 可能引发更长时间的低迷 我们松开了油门 而胡仁获得了机会 试想如果吹阀真的出现极大问题 为何没有更多媒体人 前NBA球员或者勇士的成员 站出来跑轰裁判 科尔为何不像蒙蒂一样 给裁判施压 还是将目光投向第二节 除了巨大的罚球数对比 勇士单节还出现多达九次失误 因为抱怨领到两个技术犯规 另外还有目的拉倒浓眉的 一级恶意犯规和敌文勤左 这防守三秒 这就已经为胡仁带来了五次罚球 总观全场 胡仁先后打出过15比0 9比0 8比0和10比0的高潮 这显然不是一句吹阀问题能解释的 勇士不仅用三节17次失误 十次活球失误 帮胡仁打出大量反击 他们在三分线外 甚至也成了落后一方44中13 01S胡仁31中15 除了胡仁在罚球线上占据绝对优势 勇士在其他方面的失常 也让这场比赛变成了一边倒 更多的是 让比赛里的表现能延续下去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问题 库里说 我们在上半场打出了一些高潮 但后来又完全落入对手的节奏 我不担心调整 更重要的是让比赛延续 跳出本场 罚球术有差距是人们在系列赛之前就能预见的事情 几年季后赛期间 勇士在客场平均让对手罚30点二球 他们本身就是容易犯规过多的球队 在客场 尤其如此 而胡仁又以冲击篮筐制造杀伤建长 他们常规赛截止日后 长军阀27.9球联盟最多 所以勇士要做的事尽量避免犯规 同时通过在其他方面建立优势和胡仁抗衡 在此前的一场NBA季后赛中 主场作战的洛杉矶胡仁 并不血刃 以127比97玩爆了金州勇士 本场比赛后 胡仁也将系列赛的总比分拉开到了2比1 胡仁也在本场比赛后 重新占绝了系列赛的主动权 本场比赛中 勇士的替补后场大将乔丹普尔的表现 依然是令人感到无语 他全场出场22分6秒 投篮9中2 3分线外4中0 罚球2中1 仅得到5分3篮板6助攻 还有4次失误 正负值也低到了-3 普尔在进攻端依然是毫无手感 他还出现了大量的失误 他在防守端也依然是球队的大漏手 缺乏足够的防守支持 很显然 普尔的糟糕表现 也是球队在防守端表现不佳的重要因素 本赛季季后赛至今 普尔的表现简直是糟糕透顶 令人打敌眼镜 他总共代表球队出场22.8分钟 场均数据为11.6分2.4篮板 3.6助攻 1抢断0.3盖帽 投篮命中率只有35.5% 3分命中率28.6% 罚球命中率75.8% 普尔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堪称灾难 他在绝大多数场次的比赛中的进攻效率 都是非常离谱 作为一名工资即将达到3000万美元的球员 普尔本应该在球队中扮演最佳第六人的角色 他理应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和任务 他也需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没想到普尔在本赛季季后赛中 不仅没有办法为球队提供任何帮助 反而导致了球队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 接下来 勇士真是要面临大麻烦了 他们估计在短时间内都无法摆脱普尔的合同了 勇士对目前面对胡人打得并不算很好 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球队内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又爆发了内讧 这一次的主角依然是追梦格林和乔丹普尔 在之前面对国王的系列赛当中 就有多位媒体记者爆料 乔丹普尔一直都在抱怨 自己在球队当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提升 他也抱怨自己的战术地位不够突出 甚至还发生过 在替补席上乔丹普尔推开追梦格林的画面 然而在今天 美国著名篮球记者比尔西蒙斯爆料 勇士对内部如今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休赛期他们一定会有大的动作 否则依靠这套制容将无法去冲击总冠军 而且勇士队现在已经再次上演内讧 主要就是因为球队的年轻领袖乔丹普尔受到了排挤 在比赛当中 乔丹普尔可以说是替补球员当中的领袖 可是在老派球员眼中 乔丹普尔还是嫩了点 他根本就无法承担起球队的未来 尤其是追梦格林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喊大叫 对乔丹普尔进行说教 这让乔丹普尔非常的不满意 并且在球队的会议上 追梦格林就直接再次点名批评了乔丹普尔 他认为这位球员在比赛中根本就没有去认真防守 而且他还指责乔丹普尔的一些失误过于离谱 他希望乔丹普尔赶紧成长起来 否则的话 新赛季球队将会给顾明加更多机会 也就是最后一句话 直接刺激到了乔丹普尔 他表示追梦格林的言论太上人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言论 库里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正式回应了这件事情 他表示乔丹普尔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球员 他有时候喜欢开玩笑 他很年轻 在有一些比赛经验上可能不够充足 追梦格林眼里揉不得沙子 无论是谁只要出现失误 那么都会被他一顿教育 这是勇士队的文化 鲍普尔对角色不满 要求得到和库里一样的待遇 科尔正式回应 乔丹普尔这位球员在勇士队一直都被誉为 是库里的接班人 勇士队方面在休赛期 给他了一份超过一亿美元的合同 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 但是很可惜 从本赛季来看 乔丹普尔的成长空间 还有很大的提升 在比赛当中 他经常无脑的失误 让人觉得头痛 尤其是经常在输球之后 他看起来还非常的高兴 这就让勇士队球迷更加的生气 季后赛开始之后 乔丹普尔也是屡次站出来搞事情 在第一轮季后赛当中 他就抱怨自己的战术地位不够高 甚至有勇士队的记者主动爆料乔丹普尔 还有库明家都对自己的定位 以及出场时间感到不满意 其实库明家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的出场时间有限 但是乔丹普尔真的是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去闹情绪 而且现在乔丹普尔也是对自己的角色 感到不满意 根据美国著名篮球记者比尔西蒙斯爆料 乔丹普尔认为自己应该在勇士队 得到和库里一样的待遇 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有角色和地位得到了提升 他才能够真正的引领球队去争夺总冠军 而且在之前球队执行技术罚球的时候 乔丹普尔竟然直接走了过去 这引起了克莱汤普森的强烈不满 他马上就把乔丹普尔拉了过去 进行了一番说教 因为在NBA赛场上有一个不成名的规定 执行技术罚球的时候 要么是球队当中最准的人去执行罚球 要么就是球队的领袖去执行罚球 主教练史蒂夫·克尔在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谈到了乔丹普尔闹情绪的事情 克尔也是正式给出了回应 他表示年轻人有一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这展示了他的一种竞争精神 他想变得更好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变得更有耐心 还要接受事实 他还需要等待机会 我已经和他有过了沟通和交流 他非常赞同我的意见 感谢观看